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viktalk 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全新的gamefire游戏 那么该游戏也是一个在base链上刚刚火爆的项目 那么也是获得了base链的官方支持 以及获得了coinbase钱包的一个转发 那么目前该游戏的一个设计和该游戏的产品体验可以说是相当糟糕的 但是从目前这个热度以及趋势上面来看 该游戏目前已经成为了base链上最大的一个日活游戏 而且目前该游戏在英文社区非常火爆 中文社区目前虽然有了几位小伙伴写了相关的这个文章 但其实介绍的一些推文啊 包括视频也是没有的 那么它的一个代币其实也是在最近几天疯狂上涨 今天已经来到了1.06 那么本期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去来全面的分享一下 Frontpad这个游戏到底应该如何参与 以及目前它的一个非常糟糕的产品体验到底是什么 还有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玩这款游戏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就因为个人间分享没有任何投资 建议区关两个数字货币投资 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 请散码添加微信群 同时们也有vip咨询群 如果你有1对1的web3咨询需求 或者想要获得一些早期的资讯 那么也欢迎入群 价格是欧外为 美金可以永久入群 所以如果感兴趣 欢迎扫码 Frontpad这款游戏是一个宠物养成类的游戏 那么现在用户可以通过下载他们的这个应用程序来去进入到Frontech的一个游戏界面中 那么跟之前的Frontech其实非常一样 那么Frontpad这款游戏其实目前也是一个插件 它并不是一个这个APP 而是跟之前我们用Frontech一样 也是你要在你的手机上面去把它下到桌面上 然后从桌面去点击到它的一个页面中 所以这本质上就是一个手机网页般的非常简陋的这款游戏 那么这个游戏如果你要参与的话 首先你要先买这个100个FP 那么FP也是整个Frontpad这款游戏中的这个奖励系统 也是它的一个核心代币 那么你有100个FP代币之后 你就可以mint一只宠物 然后你有了宠物之后 你就可以做多种一些操作了 比如这个宠物它需要吃食物 然后如果不吃饭的话 它就会死了 然后宠物也可以帮助你去获取到更多的FP代币的奖励 可以去打PK 可以去占领排行榜等等这一系列 然后我们也看不到它的一些奖励系统 而且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你在整个basewap上面去购买FP代币的时候 都需要缴纳5%的税 也就是你买一下卖一下 其实你10%就没有了 那么它这里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些分配 比如说20%给到游戏玩家的20% 给到开发者的1%去作为提供相关流动性的 那么同时呢 这款游戏跟Flytech非常一样 那么它也是有这个邀请码的 那么现在如果你要加入这款游戏的话 也是需要邀请码 然后邀请码说了 所有的使用中的代币90销毁10%会送给推荐人 也就是如果你能要求的用户越多 那么你就能够去获得更多的这个返用奖励 那么跟Flytech上面你自己的这个ft token这个key 大家去买进行交易能获得交易税 其实也是同样的这些逻辑 那么这款游戏其实目前的一些玩法也是比较简单 基本上就是几个简单的游戏 然后去打打pk等等这一系列 然后我也在推特上面看到了几位小伙伴去写了如何获取到更多的fp的这个攻略 比如说这位小伙伴已经跟我们说了 就基本上如果你想要去赚取到更多的fp 就也就是更多的一些积分 那你就需要去mint更多的一些宠物 因为虽然mint一个宠物需要花费100% 但是当别人去住到宠物的时候 你也能够去获得额外的100个fp 那你也可以去在其中转动积分啊等等 他这里也都有 但是其实目前阶段他给的这个攻略是不太具有参考价值的 因为这个项目的一个用户体验实在是太差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想跟大家去来展示一下他的一个非常糟糕的用户体验 那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游戏真的还是在挺早期的一个阶段 首先呢 跟front tech参与的方式一样 如果你要玩这个游戏的话 你首先得点个他的官网 也就是这个frontpad到xyz 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 你把这个东西下载 那么你在这里需要点击 如果你是iphone的话 你往上面搜 然后这里面会有一个把它添加到主屏幕 你点击这个 然后点击添加就可以来到你的桌面上了 然后我们来到整个桌面上去看一下他目前非常糟糕的一个游戏体验 就是如果你要参与这款游戏 首先呢 你得先由以太坊 然后还有一个邀请码 因为我这个已经完全通过了的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进来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个邀请码 那么我的邀请码也会放在视频详情里面 大家如果想需要的话也可以自取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有一些邀请码的链接 我以后把这几个邀请码都放在下面 那么大家用了这个邀请码之后 你还需要往这个账户里面去存钱 那么这个其实是很简单 就跟你参与front tech一模一样 你可以通过任意链区来转账 就直接转到这里面 然后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你需要来到这个swap界面来去兑换最少100个fp token 那这样子才可以参与 那么这个swap也是很简单的 虽然这是一个在链上的游戏 但实际上它app的一个这些操作都是非常非常easy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款游戏目前 它就是这样的一些架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mint界面 就这是一个宠物小精灵的养成游戏嘛 你必须要有一个宠物小精灵 然后你看到我这个号有179个fp 然后这里的price是100 但是现在这个游戏的一个bug就出现了 就现在是没有办法进行mint的 不知道这个视频发不去多久后官方会修复这个消息 但是目前是根本无法mint的 那么在群里有几位小伙伴就是运气比较好 他们就一直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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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有一位小伙伴点了十几分钟 手指头都要点抽筋了 最后终于mint成功了 所以你也可以试一试 如果你想再立刻参与的话 那么其实现阶段是参与不了的 如果你在前天的时候没有去玩的话 因为这个游戏目前因为太多流量 所以真的是充满了 然后整个的这个active呀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比较的慢 就基本上都显示不出来 然后这个排行榜其实它的显示也有问题啊 这个并不是说是我的网卡 而确实就是这个游戏目前的一些状态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几个就熟悉的面孔吧 就是之前玩nft的一些大户等等这些小伙伴 所以目前呢 这款游戏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 非常粗糙 那么跟front tech这款游戏在早期的一个阶段也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呢 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去来展示游戏里面的一些画面 以及说游戏里面应该如何去来参与 不过据已经mint成功的小伙伴们说 这个游戏画面跟这个是一样 就是一个这个小人 然后你去喂他东西 然后他去打架等等 也不会有什么特别酷炫的东西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说是粗制滥造的一款游戏 那么接下来呢 想跟大家去来分享一下这个游戏的一些走势 以及我个人一些看法 还有就是对于整个base链的一些影响吧 首先这款游戏目前可以说是粗制滥造 而且在早期阶段 但是这款游戏后面的一些背景应该跟frentech团队不相上下 那么首先coinbase wallet也是直接就转发了这款游戏 所以这也几乎是大家所有人第一次注意到这个游戏的一些开始 就是这钱包人直接转发了 你看这个logo直接放在那里了 而且其实也有多名大佬为其站台 我们看到这位转帖的小伙伴那是animoca的 对吧 所以这个项目背后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资本组局跟一个资本盘 那么我就像刚才说的frentech这个项目能够去焕发青春 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后面prime time的一个投资 那么不知道这款宠物小精灵的养成游戏 那么后续会有哪个大佬去来入局 这个我们也可以去拭目以待一下 那么确实整个base链自从整个frentech开始走下坡路之后 我们看到无论是数据啊 流量啊 还是每天的transaction 包括total volume 其实都引入到了一个下滑的阶段 那目前确实base链上也没有太多能够能打的产品 也是frentech自己独目难知 那么现在推出的这款宠物小精灵游戏 就非常的像frentech的一个替代品 而且最近我们也说了 整个gamefire游戏可能会进入到一个火爆的周期里面 所以这款游戏的这个推出 无论是时机还是它背后的背景 包括它获得的这些支持 确实都是让大家非常好奇的 而且我们也看到 其实这个代币最近涨的真是非常猛啊 一个代币目前已经突破了1.02 那么最高也是来到了1.2的一个情况 而且其实这个池子目前也挺厚的了 接近是有70几万美金 我估计啊再等一等 如果说这个热度持续的话 大概率到明天池子里面的价格 应该是能突破整个的100万美金的 所以这个池子也是很猛 而且长得确实也是很不错 但是呢 这款游戏目前令人头疼的点 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参与 那么我们想要去玩 我刚才跟大家展示了 就根本上你除非把手肘点烂 你都未必能够去点 而且确实这个游戏的一些各种东西 也都是希望各位去进行相关的一些探索的 所以只是在这里这期视频 给大家去来简单的提一下这款游戏 那么如果说你觉得这款游戏 后续有一些投资和升值的价值 那么我觉得这个代币也可以买一点 那么其实我也买了一点 但是在大家买的时候 请无必要注意 就是你最好到这个壁虎上面来去搜啊 因为在cmc上面你去搜的话 是搜到假币的 就之前我也买到了一个匹秋牌 所以血亏了一点 所以你可以去 整个的这个壁虎上面来找到 那么你也可以通过进入他的这个白皮书 这里反正都有 然后到白皮书的这个下面的合约来去搜 那么最下面的这个以E105开头的是他的正确代币合约 你可以去搜这个代币 然后呢到任何的一个方面来买 现在好像只能是在整个base swap上面来去购买 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dex tours来直接点进来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可以去购买的一些办法跟一些方法吧 个人觉得就是目前整个中文社区对这款游戏并没有formal 因为中文社区目前明显还沉寂在整个比特币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明文赛道中 反而是这些外国人玩的比较多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款游戏感谢你 或者想要做一些早期的投资 我觉得这个项目都可以小试水玩一下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有更多小说的想聊的话 你再评论区留言或者是散发添加微信群 最后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